在一个草原上,一只老鹰正被一群猴子团团包围,面对猴群的围攻,老鹰显得狼狈不堪。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我们都知道老鹰是空中的霸主,性情凶猛,爪如尖刀,能顶刻间刺穿骨头。 两翼强健,善于在高空翱翔寻找猎物,常以速度为每小时三百千米从天而降, 然后牢牢地抓住猎物的头部,将利爪戳进猎物的头骨,使其立即丧失性命。 被老鹰所定的猎物都难以从老鹰的爪牙之下逃走,主要以兔、鼠、猴等为食。 然而并不是每一次狩猎都一帆风顺,再强的动物也有不幸的时候,却被突如其来的老鹰打破。 这是一只刚狩猎失败的老鹰,它受了重伤,一只翅膀折断了。 猴群们蜂拥而上,把这只倒霉的老鹰团团围住。 但作为空中的霸主,猴子的天敌还是占据着心理优势。 老鹰强装镇定,但仍然显得狼狈不堪。 毕竟失去一只翅膀,无法飞翔。 此刻,这只无助的猎食者正被自己的捕食对象疯狂嘲讽。 面对猴群的抱负,老鹰努力伸展自己的羽翼,以使自己的身形显得更加强壮, 同时用恶狠狠的目光恐吓着渐渐躁动不安的猴群。 老鹰心里非常清楚,自己必须在气势上压制对方。 哪怕虚张声势,也绝不能让他们发现自己此刻的虚弱。 否则,猴群一拥而上,自己必然无法招架。 但是他的心理已经万分焦急,因为时间和优势并不在自己这边。 猴子们其实也心理没底,以前无数次被猎杀的记忆实在是太深刻, 大量同伴的性命让他们对老鹰的恐惧深入骨髓。 所以,在明知对方重伤,而自己又猴多势众的情况下, 仍然只是一个紧张对质的局面。 没有一只猴子敢于第一个发起正面攻击。 即便是猴群中最强壮的猴王,也只是不断试探或者疯狂嚎叫, 或者是偶尔来一下偷袭。 猴子们慢慢失去了耐心, 他们在老鹰身旁不断游走,扰乱老鹰的节奏。 慢慢地,猴子们聚成一团向老鹰压了过去。 看上去,老鹰的身影都已经淹没在猴群里, 老鹰危在旦夕,但是突然老鹰竟然疯狂反扑, 他用单侧巨大翅膀拍打猴子们。 猴群一阵骚乱,恐惧让他们四散奔逃。 即便折断了一根翅膀,老鹰愚微仍在。 不过,老鹰毕竟已经不能飞翔了, 天空变成了一种奢望。 这场对峙如果一直持续下去,老鹰恐怕危在旦夕。 大家更看好哪一方,我投猴群一票,你们呢?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,我是老谭。 创作不容易,还麻烦各位大哥大姐长按点个赞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